这首诗歌直接宣告我们主耶稣对撒旦得胜的地位 当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时候我们翻到一些经节 我们的主题经节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先从第八节开始 我们从第八节开始 Therefore do not be like them,for your father knows .in this manner therefore pray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们要祷告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然后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36节 耶稣对比罢多讲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着世界 我的国若属着世界 我的臣服必要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着世界 然后回到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 约翰下见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然后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三章 我们从二十二节到三十节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 他是被别西普 又说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对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 撒旦怎么能赶出撒旦呢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 若一家自相纷争 那家就站立不住 若撒旦自相攻打 纷争 他就站立不住 便要灭亡 verse 27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 抢夺他的家具 必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 和一切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凡亵渎圣名的 却永不得赦免 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我们把这段时间 交在主的手里 父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一同打开你的话语 我们谢谢你圣灵的恩赐 你是那位圣灵 把你的话语解开 让我们在圣灵当中 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话 主啊 当我们默想你这个国度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知道的是何等的少 求你把你的这个内容题目 显给我们看 主啊 当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 但愿我们成为那有行动的人 我们把这些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交在你的手里 我们有一个新的主题 就是愿你国将领 愿你旨意写在地上 当我在默想的时候 其实一件事情 让我很注意到 大家都知道 就是神的国跟地上的国度很不一样 如果我们像门徒的地位的话 我们会发现 他们其实在那里发现 因为很多东西对他们来说 都是意想不到的 好 今天我们就来跟随着 我们的主的教宗 在他初期服侍的一些地方 来看到我们能学到什么 耶稣在对比拉多所说的话里面 清楚地讲到 他的国不属着世界 我们知道那是真实的 他的国度跟我们这种 我们自我 我们堕落的 在我们人的自我当中 这些国是完全不一样 也与这个堕落世界的王 就是撒旦 他如何来影响 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们会读到 马可福音里的一些经节 就在主耶稣早期服侍的 一些的描述 我们今天会看到 两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关于神国度的一些特性 第一点就是 神国的能力的彰显 是借着圣灵的能力 这个国度如何被大家看见 第二点就是当我们看到了 是圣灵把这个国度彰显出来 那么的问题就是说 那么我们在当中 我们的角色 我们的所应当做的反应是什么呢 换句话说 神的国度只有能够被 当一个人个人相信神的话的时候 然后神的国才能够被看见 才能够进入 我们来到马可福音 看到主耶稣服侍的开始的时候 马可福音第一章 第14节 我们对不同的福音说的 有不同感觉 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讲主耶稣是仆人 马可福音经常用词就是 马上马上 我这周读的时候觉得马可福音好像就是这种总结性的视频一样给我们看 我太太在那里笑 因为我们现在在电视上从来都不看那些球赛全程看完 我们都看那些特殊简洁的 就是那最好的那一幕的简洁 换句话说马可福音就有点像这样特殊简洁的 他要让我们钻出那些特别精彩的变段 他就把其他的一些细节都省略过去 让其他的福音书来补充进来 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 约翰下奸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我们已经跳过一些的故事 这里就讲到耶稣来到加利利 然后在那里到城里去宣告福音 他宣告说神的国进了 我们知道神的国的确进了 因为王在这里 他就来向百姓宣告说 神的国进了 神的同在要与他们同在了 所以这时候进了 在这个章前面的时候 讲到施洗于汉 宣告说主耶稣是神 所要来的那一位 现在我们将从这几个词 但你所看到的 我们就简单讲一下 在马可福音 我们常常会看到 就是说医治 然后呢 拣选门徒 然后呢 教育 最后就是教导他们的门徒 我们到第一章 第二十三节 跳过道 now there's a man in the synagogue with an unclean spirit he cried out saying let us alone what have we to do with you Jesus of Nazareth did you come to destroy us I know who you are the holy one of God but Jesus rebuked him saying be quiet come out of him and when the unclean spirit had convulsed him and cried out with a loud voice he came out of him then they were all amazed so they questioned among themselves saying what is this what new doctrine is this for with authority he commands even the unclean spirits and they obey him 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在会堂里 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 他喊叫说 拿撒拉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巫鬼就让那人 抽了一阵风 大声喊叫 就出来了 众人都惊讶 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事 是个新道理啊 他用权柄吩咐 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 耶稣名声就传遍了 加利利四方 我们看到到 耶稣宣告神的国进了 他也做这些奇妙的神迹 所以众人都非常惊讶 他们都觉得 这是很特别的事情 所以他的名字就传遍了那里 下面的一个神迹很特别 他们到了彼得岳母的家里面 他的岳母发热病 耶稣三十一节 进前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热就退了 他就不是他们 我们在这里 耶稣有一个非常个人的医治 三十二节 天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 和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 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了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当主耶稣在家地里 宣告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见 他就行了这样 一切的医治的神迹 我们如果看到这些 好像精彩的简洁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更多的这样的例子 我们就跳到第三章 看到这里一个 好像情形很激烈的环境 我们看到第七 第七节第八节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还有许多人听见 他所做的大事 就从犹太 耶路撒冷 伊图买 约旦河外 并推罗西顿的地方 来到他那里 耶稣虽然和门徒是退去了 但是这个消息 关于好像圣灵的大能的工作 神的国来到 就传遍了地方 然后所有的人 就都来找到 耶稣拥挤到他们那里去 我们刚才这里 所提到的这些地名 如果我们去过以色列 就会发现 那些开车 可能只要一个小时 但当时他们没有高速公路 也没有汽车 那时候很奇妙 那时候耶稣在加利 在北面 从犹大地 耶路撒冷那些人 他们要到那边去的话 其实要走很长的路 他们可能要骑上他的马 骑上他的驢子 这样走过去 还有些比如说 推罗西顿 都比较远的地方 伊图玛 其实就是以东那边 就是现在 就是斯海的那边 他从斯海那边 要一直上去 很远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 他没有要特意 让自己的名声远传 他很多时候 他要让他那些 好像要很悄悄地 很安安地做这些事情 我们就想在这里强调 就是说 借着国度的宣传 宣扬 然后圣灵在那里 大当地工作 医治这么多的人 他就把很多人都信过来 我们到21章 调到21章 a little side note but when his people heard about this they went out to lay hold of him for they said he is out of his mind verse 21 right verse 21 耶稣的亲 21节 耶稣的亲属听见 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变狂了 这时候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人 有不同的反应 有一些就被信到 耶稣的面前 还有一些就会拒绝他 觉得好像 这样这里说 他疯狂了 这里讲 他自己的民族 所以可能是 他自己的家庭 这里讲到他的亲属 are seeing all these events and they're looking at him and say I know Jesus but he's this is crazy he's crazy this is that's what they're saying 他们其实 看到发生的这些事情 他们说 我认识耶稣啊 但他现在这些事情 他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很疯狂的 but then the scribes their reaction is even worse so let's read verse 22 但是文士的 他们的反应 就是更差了 你们来读22节 the scribes who came down from Jerusalem said he has Beelzebub and by the ruler of demons he casts out demons 从耶路撒朗下来的文士说 他是被别西蒲富着 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so their reaction to this is say well he can't have power of those demons unless he's under Satan under Beelzebub that's what it is this man Jesus is under Satan's power and therefore he can push aside Satan's demons 他们的解释就是说 耶稣除非他是在 别西蒲 鬼王的能力下面 他才能够赶鬼 let's see how our lord responds 我们看到主的反应如何 so he called them to himself and said to them in parables how can satan cast out Satan if a kingdom is divided against himself that kingdom cannot stand 耶稣叫他们来 用比喻对他们说 撒旦怎么能赶出撒旦呢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 耶稣是用一个比喻 但是很简单的 很直接的一个童话 他就在说 而西节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 抢夺他的家具 必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我们看见耶稣 他的回应 其实是纯粹的 就是逻辑 是非常理性的 他说 那些证据 其实没有理解 它没有理解 那如果耶稣 如果耶稣 他会被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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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就首先说明 他们文士所讲的 这样的话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如果耶稣 是在撒旦的能力之下 来赶出仇敌的工作的话 那魔鬼的国度 就站立不住 其实很多时候都常常会这样发生 当有人指责耶稣的时候 他们的道理完全是不合逻辑的 没有道理 特别提一句 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 有人告诉你说 基督的信仰 是没有逻辑的 我就求你 让更深地仔细来查考 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信仰 的确是非常理性的 其实如果你仔细地看 无论是不信有神的 唯物主义的 或者是说那种 享乐主义的 他们底下的逻辑 都是不成立的 如果有人挑战你 对基督的信仰的话 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 可以帮助你如何来宣扬 在主里面 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坚固的 事实上 如果没有神 从神话语来 真理的启示 世界上的所有的智慧 它都要倒塌 崩溃 世界上那些观点 它其实就让我们 像动物一样生活 没有目的动物一样生活 他首先讲到 文士们的指控是毫无道理的 他就讲到说 如果你要到一个家去抢夺的话 你必须把家主人先捆绑起来 否则他会跟你征战 这幅图画不是一个 好像不是很清晰的 很抽象的一个图画 这个比喻 耶稣所给的 其实就在描述说 真实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耶稣就在那里讲 你所看见发生的事情 其实就是我到那些家里面 把撒旦捆绑了 然后抢夺他的 当耶稣在地上行走 传讲福音 医治人 他的确就是在把那些人的生命 从撒旦那边抢复回来 这个就是当这个王 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所真实发生属灵的事情 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理解到 主其实在描述 在那里真实发生的事情 然后之后主就跳到28节 在这里好像很奇怪的一个 好像跳跃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泄毒的话都可赦免 凡泄毒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 那要担当永远的罪 很多很真诚的基督徒在这节经节上都很挣扎 我们经常在这里讨论说 主在这里到底说什么话呢 我们的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但这里就讲到说 卸毒圣灵去永不得赦免 我们不会在这里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我们的主在这里 好像从原来那个话题跳到这个话题 跳跃很大 但其实这个跳跃并不是很不大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背景 这些文士和那些 他们都是亲眼见证人 在很多地方看到 这时代发生的事情 换句话说 那圣灵就借着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 直接的把这些工作写在他们面前 他们亲眼见证了圣灵所行的这些工作 当那个就在那一刻 发生的时候 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当他们亲眼见到的时候 那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这里有些文士 他们可能问了那些问题 但是后来他们悔改来了主面前 主在这里就讲了说 当圣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当他们在那里亲眼见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然后他们还是拒绝了神 那么主就在这里讲 他们就是已经实际上 就弃绝了不要神的救恩 主在这里就强调 当主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回应是非常的重要 在表面上我们看到一些宗教的行动 然后耶稣在那里做功 很多人的一致 然后呢也有很多人相信 也有很多人弃绝 但是借着主的话主告诉我们 真实所发生的 因为这个神的国的王在这里 当我们看到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国 和我们在地上这个国之间的征战 我们会进一步更讲到 刚才所提到的题目 在之前呢 我们想现在看一下 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局势 过去两周我们在新闻当中都看到 我们知道两周前 哈马斯就从加萨那边突然发动 对以色列非常凶狠的袭击 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但是让我们很吃惊的 人竟然在这些仇恨下面 会去杀害那些无辜的人 会强暴那些人 会折磨那些人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人怎么会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同类呢 作为信主的人 我们知道人是堕落的 在历史当中 人都做过 犯下很多可怕的罪 但是这里的罪恶是那样的邪恶 让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 表面下面到底是什么呢 Yesterday I watched an interview on a news clip 昨天我看了一个 韩新闻的短集 And this was an Israeli who's part of a group and they actually go in after there's some kind of atrocity and they take care of the bodies they wrap up the bodies they try to identify and they do steps that eventually allow people to have burials 这些就是一些 以色列人 他们就在 进到那边去 然后他们就整理到 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然后他们的尸体 让他们可以被埋葬 And of course he had to say he's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他们就在那里告诉我们说 他们从来没有 看见过这样的事情 And he was withholding many of the horrors that he has seen he wasn't giving specifics 他没有讲一些细节 他就把很多的细节 都藏起来了 But he did give one number 他就给我们一个数字 He said 80% of the bodies that they have found showed signs of torture 他讲到说 80%的尸体 都是被虐待过的 男人 女人 孩子 Weren't just killed 他们不是只是被杀 We're tortured 他们首先都被 先被折磨 虐待 Okay so Not to make us all upset But we should be upset How can this happen Yeah 我不想让大家很伤心 但是的确我们 因为这个会有优势 Well let's do an exercise of looking from the surface down underneath 让我们这样来 从表面 然后进到更深层的思考 Outwardly Gazza is just a territory of Israel 表面上 加沙只是 以色列的一部分 And it's occupied byPalestinians 是巴勒斯坦人 在那里居住 In fact since 2005 The Jews have left that area some by force And so it's only Palestinians 从2005年 以色列 犹太人 就被迫 从加沙撤走 所以那边 只有是巴勒斯坦人 You'd say Well there's some angry Palestinians Well that doesn't explain anything 我们说在那里 好像有一些 很愤怒的 巴勒斯坦人 但并不能解释 因为在深一层 在2005年之后 哈马斯在那里 大选 得胜 然后在那里组治 And Hamas is an Islamic terrorist organization 哈马斯是一个 伊斯兰的恐怖主义 I'll just mention two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these more than fifteen years Instead of taking all the money flooding into Gaz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building up and making it a better place for Palestinians They put all that money into war 与其用所有周边的国家 所资助他们的资金 来建设巴勒斯坦 他们把所有这些钱 都用在了战争上面去 They oppressed the Palestinians They used them 他们只是利用巴勒斯坦的百姓 然后压制他们 The other thing they do is they teach children to hate 另一个他们做的事情 教导儿童们仇恨 The little children are taught lies about Jewish people so that as they grow up It is their normal thing to hate Jews from youngest age up 那些孩子们 从他很年轻小的时候 就被教导 一些关于犹太人的谎言 所以让他们从小 就仇恨犹太人 So little kids are taught the Jews slaughter and kill and all these things 所以那些儿童就被教导 说犹太人来屠杀 他们做很多的坏事 So now we see actually Hamas as a source of this evil 所以我们看见 Hamas是这个邪恶的 好像源头 But if we look at Hamas It's not that they just did some bad things 但是我们如果看 Hamas他们不单是 是做一些坏的事情 It's that they're very chartered Their purpose for existing Their goal as a group is to destroy Israel and defeat Jews Kill Jews if needed Hamas 他们存在的根本的原因 他们就是要来杀害犹太人 把犹太人赶走 You can read it in their own documents 你可以从他们自己的文献当中读到 他们要摧毁以色列 But then we want to look closer We look at Hamas It's not just one splinter group Where does this core of hatred come from And it is from the Muslim faith And the part that they emphasize 然后如果我们再仔细 更深一层看 Hamas他们不是指 所有事情的源头 他们更深的话 就是在伊斯兰教的信仰当中 有这样的根源 So there are experts Christians who have studied The Quran very very deeply And understand it And in order to speak To Muslims And it's pointed out That the words of Muhammad With regard to jihad Got more extreme Later in his life And at the end In his end phase Jihad Became something Where killing Jews And Christians Was what needs to happen He just讲述 在莫海莫德的写作当中 尤其到他晚年的时候 他关于圣战的写作 就越来越激烈 然后他讲到说 He just讲到圣战的时候 就讲到说 Muzelein要屠杀 Youthi人和基督徒 So you'll hear in the media You'll hear different things That people quot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Quran Which are not so extreme But the fact is It's there And the fact is That those who focused on that Become the extremists The ISIS The Hezbollah The Hamas Different groups 如果你在新闻消息当中 他们引用不同 可兰经的部分 你常常没有看到 非常激进的部分 但是那些专注在 可兰经激进的部分 专注在圣战的一些部分 他们就成了这些恐怖的组织 比如说Isis 比如说伊朗的组织 Hasbola 然后还有像哈马斯 这些组织 So we don't usually like to be so negative But I just feel like we have to state the truth 我常常觉得我们不需要很多强调在负面的方面 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真理 The truth is that the evils of Hamas spring forth from the core of Islam 那真理 关于真理的呢 就是哈马斯背后的邪恶 就是从伊斯兰经文 可兰经后面的核心里出来的 Islam involves a false god 伊斯兰教呢 他们是一个假神 And it's a religion of hatred and violence 他们是一个宗教关于 仇恨和暴力的一个宗教 And has been from the beginning 他们从起初就是这样 Hatred, violence and deception 就是仇恨、暴力和欺骗 If you're studying history You'll find that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and Islam Have the same characteristic That they were spread by the sword or the gun 如果你研究历史的话 你就会发现苏联和伊斯兰这些国家宗教的背后 他们都是同样的一个 一样的方法来扩张领土 就是用枪炮 And so it doesn't take much now As we focus on Islam That behind Islam Behind this false religion Is none other than the father of murder The father of hatred The father of lies 所以当我们专注在看伊斯兰教的背后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他背后 原来就是说谎言之父 杀人者之父 就是撒旦 So even though men may think they're following God In fact they are following and obeying Satan 雖然人以为他们是在跟随着神 其实在背后他们是在跟随着撒旦 Satan has been pleased with what he's done with Islam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se centuries 撒旦借着伊斯兰教在历史历代所做的这些事情 让撒旦的心满足 So we see when something's so crystal clear As in the actions of Hamas We can see through right to that the fact That Satan is the ruler of this world And in some areas he has his way fully 藉着哈马斯所行的这些恶行 我们看到了的确好像我们就看到一些方面 撒旦真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世界的王 他可以用他的方法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So when we speak about Satan ruling the world When we speak about a spiritual realm These clear events get our attention Remind us that it's true There is a spiritual reality That involves Satan opposition to God 当我们讲到了撒旦的地上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属灵的属灵的确是真实的存在着 And so I think for some of us We find that Well for some of us We may hear A more mature saints Who really sense the spiritual warfare And pray that way And we don't understand it But when the hand of Satan is so obvious in events like this We can at least appreciate or become more sensitiv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spiritual reality in front of us 但是当撒旦的工作这么明显地彰显在哈马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能明显地看到了的确是撒旦有他背后的工作属于 And we can honestly ask the Lord Lord show us what's real Show us what's really going on 我们可以真实的问主求主让我们 让我们看见所真实发生的是什么 And then we can pray in the line with the Lord's will 然后我们可以祷告 同于神的旨意 Now thank the Lord The only true opponent to Satan of course is our Lord Jesus Christ 感谢神我们真的知道撒旦真正的对手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Now we focused all on the negative here But he's the one who was already taking ground as he came 我刚才讲到了很多负面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主来的时候 我们主已经得了地土 So we go back now to the time of Jesus When he was the kingdom was being introduced 我们回来讲到耶稣 然后当宣扬神的国的时候 So we could apply the same thing We look at this Roman Empire And then there's this thing called This area called Israel Or the Jewish region 我们当那个时代也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有罗马王国 然后这一面有一个犹太人的区 And then you see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y have their temple And they have some traditions around it 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 他们有他们的圣殿 还有他们的一些传统 But when we look closer as we do We find that it's full of legalism and corruption It's not really pleasing to God 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里面 原来有很多的律法主义 宗教主义 不是让神讨喜悦的 And that what was happening in Jerusalem The people were living the human way In fact it was fine with Satan If they just play their game The way they do it 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的人 他们也只是活在 人的生活的方式当中 然后好像撒旦就在那里 所以随意而行 So then But of course what happens is When our Lord Jesus comes onto the scene Then we see what's really there 所以当我们主耶稣出现在画面当中 我们会发现那些真实所发生的事情 That divide works 那个分开的工作就发生了 Because that which is kingdom of God Is going to be what he's creating And the kingdom of Satan becomes clear As it opposes him 然后当神的国 当主耶稣在那里做工作的时候 就显出来 然后当撒旦在那里 抵挡神的国的时候 也显出来 So we already went over As we said The way the kingdom of God was announced And then it was manifest By the move of the Holy Spirit Through Jesus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 神的国首先被宣告出来 然后借着主耶稣在地上 所行的工作神迹 神的国彰显出来 And so let's finish up that aspect Let's just turn to chapter 10 of John 然后我们就到约翰福音第十章 把这一个面讲清楚一下 It's a moment where they're challenging Jesus 他们在那里挑战耶稣 They even took up stones again To stone him in chapter 10 of John verse 31 Yuan福音第十章三十一节 他们甚至要拿石头来打耶稣 And verse 33 he says Well let's just go to 37 If I do not do the works of my father Do not believe me But if I do Though you do not believe me Believe the works That you may know and believe That the father is in me And I in him 37节 38节 我若不行我负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 我若行了你们重然不信我 也当信这些事 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 负在我里面 我也在负里面 So we see here The other way that the Lord is wrapping up Or reminding them He's saying look Look and see That these miracles that are happening in front of you Have to be the actions of God 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就提醒他们 说你们看啊 在你面前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的确就是神的作为 So believe the works You don't have to believe my person yet 你不用直接的相信我这个人 但你相信看见我的工作 And so that just kind of sums up What was going on Is that some people were rejecting And someone receiving him 所以就总结了 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接受他 有些人拒绝他 So the kingdom of God was manifest By the Holy Spirit moving In dramatic ways through Jesus But that puts the Holy Spirit Spotlight on everybody How do you respond And so that takes us To the second part Of at least The characteristic We want to touch on today 这就让我们讲到 我们今天讲的 第二方面的特性 And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negative But as Jesus healed Of course those people were receiving him And following him 我们讲到 刚才讲了一些 负面的方式 但是当主耶稣 在那里行医治的时候 那些人就被 吸引到他面前 跟随他 Many may have fallen away As Jesus went to the cross But after that After his resurrection Those same people Received him fully And became the Lord's 當主耶稣 上十架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 他们就退去了 但是当主耶稣 复活之后呢 这些人又被 重新吸引到 他面前 属他 Our Lord gained Gained them And gained us For eternity And that even When Jesus was walking There were those who were willing to come from these far places to see and follow Jesus So the This one thing we want to focus on about the kingdom is that That Heaven Meets the individual 有一件 我们想强调 发生的事情 就是天 遇到了 每一个个人 Or another way is participation of being in the kingdom is not like normal human organizations 换句话说 参与 天国的 有份 不是和地上 人的组织 那样一样的 When we join another kingdom Maybe it's because someone forced us to 我们有的时候 加入组织 或国家 是有些人 强迫我们 And we conform outwardly We follow whatever we're doing They want us to do 我们就是外面的 来跟随 他们让我们 所要做的事情 But we see When the Lord was walking this earth That That it's always about individual responses to God 当我们看见 主在地上 主耶稣在地上 行走的时候 所有的专注点 都是我们个人 对神的反应 回应 And what we've seen today is that it's individual response to the move the holy spirit That's what we respond to 我们今天所看见的 就是我们客人 对圣灵的活动 工作的回应 So let's just wrap up by looking at a verse verse that we're very familiar with in John chapter 3 我们到一个 我们很熟悉的经节 就是约翰福音 第三章 Here we know that this is the the moment where Nicodemus came to see Jesus 我们知道 尼哥迪姆 来看耶稣 So in chapter 3 He comes to him in the night time It says Rabbi We know that You're a teacher Come from God for no one can do these signs that you do unless God is with him 第二节 尼哥迪姆 夜里来见耶稣 说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从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See Nicodemus is coming because he saw the Holy Spirit's move He saw the signs And he's open He's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 do those signs mean So he comes to Jesus Not rejecting Jesus 我们看到了 因为尼哥迪姆 看到了所行的这些神迹 所以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其实就没有拒绝耶稣 他就来到耶稣面前来问 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 And then the Lord Jesus says these words that are they're so famous They're actually rather shocking 耶稣就讲了 这些很有名的话 其实这些话 是很让人惊议的 Most assuredly I say to you unless one is born again or anew he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So this is important for us We're considering the kingdom of God 所以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在这里思考神的国 He said to Nicodemus You can't even see it 他对 Nicodemus 说你都看都看不见 unless this something else has to happen 除非有一些事情要发生 Even if you're eager and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and you're brilliant You can't even see it unless you're born from above 虽然你很有智慧 虽然你很愿意 但是除非你从生 从上面来生下来 你就不能够看见 And of course then then the question is well how can this be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born anew or born from above 所以呢 下面的问题就是说 到底重生是什么意思呢 从上面生什么意思呢 And he says in verse 5 I say to you unless one is born of water and the spirit he cannot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And we know ultimately that entry has to do with belief as he speaks of just a little later 我们知道这个 进入神的国 就讲到相信 在后面有提到 But we want to look at these words here is that in verse 6 Jesus makes very clear that the flesh and the spirit just don't mix they're separate 在第六节 耶稣在这里讲到 很清楚 肉身和灵 不是混在一起的 是分开的 So that which is born of the spirit is spirit 从灵生的就是灵 And then he gives verse 8 and then he gives verse 8 as an illustration 第八节描述 He says The wind blows where it wishes and you hear the sound of it But cannot tell where it comes from and where it goes So is everyone who is born of the spirit So is everyone you听见 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 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还从圣灵声的 也是如此 And now there's so many meanings to this is one of those phrases of Jesus that we keep coming back to over and over and see more things 这个经节 就是主耶稣 所说的话里的 那一类 就是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 来读到 我们会看到 更多更多层的意思 But one thing is very very clear about what he's saying 他当中有一个意思 是很清楚的 If you're standing there and the wind is blowing really really hard you can hear it 如果你站在那里 风吹得很大 你不会能听见 Actually yesterday did some of you hear some really intense wind Yesterday was very windy 昨天大家没有人听见 风声 昨天风很大 And if you don't just hear it I like I always visualize this parallel I take it one step further Excuse me Lord is I step out into the wind and feel it 对我来说 我不光是听见 这个声音 常常时候 我要想到 更亲身经历的时候 我就出到外面去 我能够感受到 那个风 He's saying Lord is saying When the Holy Spirit moves You know it You say Yes, something's happening I'm seeing the Holy Spirit move Or I'm seeing you Lord I'm feeling you I don't understand Where you came from I can't explain you But I know this is happening I know the wind is hitting my face I know I'm hearing it It's real So I think he's helping Nicodemus To both recognize what's real But also that he doesn't understand it So I think he's helping Nicodemus So I think he's helping Nicodemus So I think he's helping Nicodemus It's real It's not It's not abstract 我们可以体会理解到 当圣灵工作的时候 那是真实的 那不是很抽象的事情 And of course Just a few verses later Jesus says it twice He says those who believe Will have eternal life Verses both in 15 and 16 然后之后 几节就到了15节16节 主耶稣在那里一起讲 那个要信他 要相信他 And so that's where it happens together Is that when we believe We receive that birth happened And then we can actually see the kingdom For the first time 这也讲到那时候 同时所发生的 当我们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重生 然后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国 We enter the kingdom We're part of it We enter the kingdom Is that we enter it We see it and enter it Personally Individually Not as a group So in one extreme We have those who are Actively rejecting the Lord And on the other side The wonderful side The wonderful side for all of us Is that if we receive the Lord Then we're part of his kingdom 另一方面 奇妙的正面的方面 就是那些 接受了主 进入到神国的人 But as members of his kingdom Especially in these days We want to ask the Lord To help us be sensitive And see that there is Spiritual reality That's behind the surface Of what we see In events 作为神国的一份子 我们在这些年间 我们需要让主 让我们能够看见 在属灵界 在神国里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So underneath the appearance of things We fi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is world ruled by Satan And God's kingdom Under the headship of our Lord Jesus 在这些表面的 征战下面 我们求主 让我们能够看见 这个世界的王 撒旦 属撒旦的 和神的国 我们主作王 他们之间的征战 And while it may not be always seen God's kingdom is real And this conflict continues Until the Lord's return 然后虽然 好像 不像表面上 那样看 那样让我们 感觉 但这个征战 是真实的 它会直到 我们主 摆到地上 So when we study and look at the life of our Lord Jesus We see that spiritual reality especially when He explains it to us of what's really going on as He walked this earth and went to the cross 当我们来研读主 福音书里 他地上一生的时候 我们发现 那些征战 是真实的 在那里发生 直到 一直延续 直到他走到 斯坚上 And then as we look at the world events now at least we can see by these horrible examples where Satan's hand is so clear We see that it is a spiritual battle going on 当我们看见 这世界上 现在所发生 这些 很悲惨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确发现 背后有撒旦的手 那些属灵的征战 是真实的 在那里发生 So may the Lord open our eyes individually and corporately that we can see things his way that we see understand his kingdom Now on earth 但愿主开启 我们个人的眼睛 也开启 我们团体的眼睛 我们可以真实的 看见 他的国度 就在地上 在这个时间 最后一点 也很重要的 就是但愿我们个人 让我们看见 神的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 基体正面的回应 当圣灵 借着神的手 来工作的时候 我们愿意 与神同行 我们愿意顺服于神 让神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结束的时候 有一些祷告 当弟兄姊妹 感到神的带领 我们做了一个 我们不想 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 地上 那么打算 感谢观看